姜粉灌肠步骤 现在介绍姜粉灌肠 姜粉灌肠用一个灌肠管 加两个注射器 那么这个灌肠管是44公分 18F 我们来示范姜粉灌肠 这个注射器 大概是50到60毫升左右 这些器材在一般医疗器材店 都可以买得到 我首先先把一次性的手套戴起来 我们现在把姜粉 放在这个注射器里面 姜粉灌肠每一次量不要太多 你看我每一次放的是少量 如果放太多呢 容易塞住 所以我现在放的量比较少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灌肠管 把头这里插一点凡士林 或者香油 同样的在肛门的地方 我们也插一点凡士林 或者香油 好了以后 我们现在把这个灌肠管 插进这个肛门口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子慢慢插 大概是30公分左右 好 你们现在看到我这样子大概插进去 有30公分左右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注射器里面装的姜粉 把它打进去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姜粉 已经在这个管子上 我们可以把它拔下来 我们再用空的针筒 把管上的姜粉打进去 好 重复这样的动作 我们再装姜粉 好 好 我们再做一次 注射器里面的姜粉 把它打进去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姜粉 都在打进这个管子里面了 好 我们把它拿下来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注射器 利用这个空气 再把它推进去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管子里面的姜粉 都打进去了 所以重复这样的动作 每一次的量不要太多 以免太多会挤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示范的两个注射器 加灌肠管的方式 我在外面这样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这个针筒是装姜粉 这个针筒是空的针筒 那我把这个装满姜粉的 好 我们这样放进去 那么我会先稍微打一点姜粉进去 好 这个时候呢 管子里面都已经有姜粉了 把它拿出来 我们就利用这个空的针筒 利用这个空气 把里面的姜粉打出来 以上这个是用灌肠管 加两个注射器的灌肠的方式 就是这样的姜粉 我们要做这个鑿筒 放下来